一辆巴士正行驶在海边 突然海边升起了水龙卷 过往的渔船被卷入其中瞬间爆炸 低热带气压形成的火龙卷正在向他们刮来 众人这才发现这净是场超级台风 风力已经接近16级 巴士的油门都快被司机小陈踩脱了 当他们以为已经脱离危险时 高达几十米的海浪正裹着渔船扑面而来 可巴士呼啸而过 硬生生把滔天巨浪甩在了身后 他们又躲过了 此时风暴来袭 落石滚滚而下 巴士的轮胎也被落石扎破 翻滚着坠下了悬崖 等到小陈再次醒来 他顾不上伤势 连忙呼唤身后的女友小琴 本来今天带女友上车 是要跟他求婚的 谁知道竟差点害死对方 小陈发现巴士正卡在悬崖下一处石柱上 前后咬晃着 随时会因为重量不平衡 坠入深谷 情况千军一发 乘客也纷纷醒来 除了小丑演员被砸断腿外 其他人都没有大碍 看着身处的场景 乘客纷纷惊慌尖叫 车体瞬间有了失控的倾向 小陈立马站出来安抚住了大家 虽然现在的环境风平浪静 但其实他们正处于台风眼中 而随着台风的移动 风暴也会重新降临 但乘客们哪里见过这样的情形 手机也完全没有信号 根本不会有人来救他们 众人又开始慌乱起来 小陈表示自己是救援队出身 这也让众人镇定了下来 想要逃出升天 首先就要保持巴士两端的平衡 小陈让所有人报体重 并根据得出的体重 安排所有人的站位 他接着表示 需要有人先爬上去 再将人一个个拉上去 这样就能逃出巴士 众人开始寻找绳索 正好乘客中 有个渔夫大叔带了渔网 渔网的拉力 可不比麻省差 30米的天然悬崖 一失手就是死 孝青叫住了爱人 小心点 你今天真好看 身禅渔网的小陈爬上了巴士 他瞧准目标 纵身一跃 稳稳地抓住了岩石 就在这时 巴士突然失去平衡 摇摇欲坠 小陈只好跳回去 稳住了巴士 有人报的体重不对 在众人的讨伐声中 一个谎称 只有一百斤的颜值主播 修改了单位 重新调整了位置 小陈回头又是纵身一跃 最难的征程开始了 小陈在峭壁上宛如蜘蛛附体 惊险万分的徒手攀爬中 他还失去了用来求婚的钻戒 历尽艰险 他终于登顶了 小陈刚躺下 没喘两口气 天空便下起了大雨 气压快速下降 正是台风要提前的迹象 小陈连忙撒下雨网 可惜却不够长 富翁 烧烤店老板 渔夫 只能脱下裤腰带 用搭人踢的方式 续上了这救命的绳索 小孩 老人 重伤者先上 陆陆续续 六人已经被救了上来 在悬崖下 还有富翁 烧烤店老板 和小晴 滚烫的雨水 浇在了众人身上 富翁和老板 顾不上 还有个女人在车中 为谁掀上牙 争斗了起来 此时 巴士逐渐失控 两个人最后 同时缠在了救命女网上 被众人拉着上去 危急关头 小晴还在摇摇欲坠的车上 小陈为了女友 纵身一跃 维持住了巴士平衡 两人爬上了车顶 此时 石柱再也支撑不住 巴士慢慢失去了平衡 两人在巴士失控前 携手纵身一跃 抓住了神网 异形石人 终于全部安全登顶 此时 风力越来越大 他们即将进入 台风风力范围 石人急忙寻找掩体 找到了一个防空洞 众人躲进去后 强壮的男人 用肉身堵门 和台风引起了身体滑坡 导致年久失修的洞穴 开始摊陷 众人只能往攻势的内部逃 可依旧被落石 困在通道中 堵住通道两端的碎石 至少都有十吨重 然而 还有一个麻烦 缺氧 就足以让众人死在这儿 手机更是完全没有信号 这一下真的要玩 众人全都丧失了斗志 开始露起遗言 忏悔自己犯下的错误 绝望的气氛 弥漫在这封闭的空间中 就在这时 一只老鼠出现了 小陈看见了希望 连忙趴下观察 发现有条下水道 这是个出口 众人连忙清理落石 终于赶在海水身上前 找到了生路 他们沿着管道爬上扶梯 成功逃出升天 外面正是18级的台风 他们必须想办法避难 找到新的掩体 而旁边的观察亭 成了最好的选择 众人躲上观察亭的二楼 用重物抵住了所有的窗口 此时 这个人类史上的终极台风 刮毁了观测亭台的屋顶 小陈也被砸下的防粮命中 陷入昏迷 不久之后 小陈在众人的拥促之下 醒了过来 台风也彻底消失 一片西侠险露在了天边 扶耀着劫后余生的众人 他们终于挺过来了 而失去婚戒的小陈捧着破碎的蛋糕 向女友求了婚 明白了生命意义的众人 也不再追求虚荣的仪式 一对新人相拥在了最美的景色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影片叫做终极台风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